我们来继续看线程的高级控制 这一小节我们讲到线程高级控制的最后一个知识点了 线程与Folk 我们用Folk函数可以创造一个子进程 这个Folk函数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我就不多介绍了 那么到线程 它调用Folk函数的时候 就会为子进程创造整个进程的地址空间的副本 那么子进程就可以通过继承这个地址的副本 将副进程的护持量、读写锁 还有条件变量的状态都会继承过来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副进程的护持量它被锁住了 那么在子进程中 它的护持量也是被锁住的 尽管子进程还没有来得及去调用一个Log函数 但是呢 它已经被锁住了 所以呢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因为子进程它自己没有锁住这个护持量 但是它继承过来的时候 把状态给拿过来已经锁住了 那么它就无法去解锁 我们知道护持量只有它的主人才能去解锁 所以这个效果函数在子进程中 如果护持量已经锁住了 那么它是无法再去锁的 永远无法去使用这个护持量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来打开我操作系统 我这里边写了一个例子 这个注释写的 先错了 稍微改一改 安全的使用Haw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它有一个护持量已经出水挂了 且看一下主线程 创造了一个新的线程以后 新的线程一开始休眠了一秒 所以是主线程先运行的 它将护持量锁住了 简直的休眠两秒 在两秒的时间之内呢 先的线程开始运行 它调用了一个Fog函数 那么就产生了两个进程 一个是子进程 一个是负进程 假如它在子进程里边 又去调用一个Log函数 去锁住这个护持量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护持量之前已经在 主函数里边被锁住了 所以子进程 它继承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护持量已经被锁住了 你再调用这个Log函数去锁 那么是无法去锁的 因为它的状态已经被锁住了 但是呢 你也无法去释放它 因为这不是由你锁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中间这句话是永远无法打印的 这个子进程它会停留在 这个Log函数上面 如果它用去到负进程的话 那么负进程它是可以锁住的 只要等待组函数 将这个护持量解锁了 那么负进程就有机会去解锁 那么子进程它拷费的是一个负本 所以呢 尽管主线程这块可以将这个护持量去解锁 那么它跟子进程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子进程它得到的是一个负本 一个加锁的负本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看它的情况 大家看这个函数的执行过程 那么它打印出一个妹 然后打印出一个parent 但是它没有打印出child的那句话 因为呢 子进程它继承过来一个护持量是锁住的 它又试图去加锁 其实是陷入了一个思索的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ps命令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 这里边有一个进程呢 它一直在存在着 没有解锁 这就是我们刚才去执行的时候 有一个子进程 它一不小心掉用了lock函数了 但是继承过来的锁已经被锁住了 所以它死在那儿了 就永远等待的解锁 没人去帮它解锁 我们可以去杀掉它 Q8811 再Q一下9012 好的 我们继续栏 我来看这个知识点 在子进程的内部 它只有一个线程 是由附近程中 要用fork函数的那个线程的副本来构成的 也就是说尽管附近程中有多个线程 但是是哪个线程 调用fork函数 那么子进程的副本 就是哪个线程 如果调用fork的线程 它交互数量锁住了 那么这时候 它肯定会有一句话 p-side mutex lock 那么在子进程中 它也会拷贝这句话 lock这句话 这个要素呢 子进程 它就有机会去解锁了 因为在它的代码里边 已经有了这句话 所以它可以去解锁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护士量没有被锁住的汗 这要就是安全的 但是你不能确保这个程序执行的过程 因为是这两种状态 我们来再看一个例子 打开这个调用系统 我有一个fork1.c 我们来打开一下 side fork1.c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同样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线程 然后在新的线程里边 这个线程先调用一句lock 交互质量锁住了 接下来它用fork去创造一个子进程 那么如果是在子进程里边 它完全可以先解锁的 因为它在使用fork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句话给拷贝过来了 所以这句话和这个unlock 它是配备的 那么如果执行到负进程里边 它也可以解锁的 因为上面已经有了这句话了 我们要知道 在调用fork函数的时候 它是一个拷贝副本 所以实际上这个nutexlock 这句话它是有两次 你解锁两次也是正确的 我们来执行一下 那么这句话可以打印出来 这句也可以打印出来 再来执行一下 sidefork1 好的 我们看 它打印出来 每句话都打印出来 组含数打印出来了 然后 负进程 紫进程都打印出来 我们再用ps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 没有一个正在运行的进程 因为它都已经顺利的去结束了 好的 我们回来继续看这个知识点 假如呢 我们有一种机制 在使用fork之前呢 可以将后置量 先加锁 然后再解锁 那么你在调个fork以后呢 它就是安全的 因为肯定是已经解锁过了嘛 那在加锁的过程中 如果已经加锁过了 那么这个加锁操作可能一直在等待 所以这个加锁和解锁 如果在调个fork之前形成一对 那么你的fork函数 它就是安全的 当然系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了 有一个函数 是p3的atfork 那么这个函数 它有三个参数 每个参数呢 都是一个handler 其实就是一个 其他的程序 我们看这个 prepare 它是在fork调用之前 会被调用的 也就是 如果你想要调用fork 那么它在fork之前 非常快的速度里面 已经将这个prepare函数 调用了 那么第二个参数 parent 它是在fork返回附近 之前调用的 要记住 是在返回附近 之前调用的 这个时候 fork函数已经产生了 但是它还没有来得及返回 那么parent 已经置身了 这个child 子 它是在fork返回子 进层之前调用的 如果这个prepare中 它对所有的 互出量 进行了加锁 那么 在parent和child中 对活动的互出量 进行了一个解锁 这个时候 在fork返回以后呢 互出量的状态 它就是未加锁的 因为在fork之前 有一个prepare 它加锁呢 其实是加锁了两次 对吧 因为在调用fork以后 它有一个副本 那么在调用fork之后 在它返回之前 有两个程序 调用了 这两个程序 分别对 互出量 解锁两次 这个样子呢 在fork返回之后呢 这个互出量 它就是未加锁的 当然也可以有 多个 atfork函数 也就是说 会有多个prepare parent child的这些处理函数 那么假如你注册了 多个这种 atfork函数呢 这个prepare函数 它的执行顺序 是与注册顺序相反的 而parent和child 它的执行顺序 是与注册顺序相同的 这个留给大家 一个思考题啊 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 看一下如何在多线程中 安全地使用fork函数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简单地写一些代码 主线程创造了一个新的线程 然后呢 它抢线在新建成之前呢 将互出量锁住了 然后新线程 它调用fork函数 去创造直线程 由于紫进程呢 它会将 副进程所有的资料都拷贝过来 所以它将锁的状态 也给拷贝了过来 那么在紫进程里边 想要去锁住这个护士量 那就是无法达到的 因为这个护士量呢 由主线程被锁住了 所以紫进程 永远无法去获得护士量 而副进程就不一样了 它的护士量是最初的那个护士量 只要主线程将护士量释放了 那么副进程就可以运行 打印出这句话 所以我们别以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parent这句话可以打印出来 而tels这句话呢 是打印不出来的 因为护士量已经被锁住了 紫进程永远无法再获得它 我来别以执行一下 好别以没有错 通过了 执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程序执行的效果 主线程当然打印出了一句话 那么在新的线程里边 附近程是打印出了 parent process 紫进程无法打印了 因为它的锁呢 由于拷贝的时候 将状态拷贝过来 已经绕上一个死锁了 它永远无法获得锁了 我用ps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 sandfog2呢 它这个锁已经死在这了 无法结束 我们kill结束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为了安全的使用fog 要将这个程序修改一下 我们需要调用p3atfog函数 在fog之前调用p3atfog函数 将护士量呢 或者锁的状态呢 统统给释放掉 其实是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三个函数的原型 我们来写一下 它都是一个void的类型了 对吧 我们先拿一个void prepare 大家还记得 这个prepare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是在凋用 放弧之前凋用的 目的是将锁的状态 获取了 所以我们要p3atfog函数量获取到 然后呢 为了证明它什么时候运行 我打印一句话 imprepare prepare 好的 这句话打印出来了 接下来呢 是两个函数pare和child 我来粘贴一下就行了 待会再修改就可以了 好的 上面这个是parent 把名字改掉 parent 然后呢 parent呢 它是在这个fog函数 返回复境层之间调用的 它的作用是要去解锁 所以这应该是unlock 然后呢 打印这句话 我画一下 我是parent 接下来是child 它是在返回紫境层之间调用的 也是要解锁 所以这里边也应该是unlock 然后打印这句话是mchild 最后我们使用atfog函数 来叫它注册一下 叫这三个函数注册一下 p-shid-atfog 第一个材数寸 第二个是parent 第三个是child 好的 我们来b-e执行一下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个b-e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链接的是p算的库 关于p算的和-lp算的呢 有什么区别啊 多了一个l 它的区别呢 其实也不是很明显 通过资料查呢 可以看到-p算的 它们不是作用在 现场安全的情况下 必须使用-p算的 如果不考虑现场安全的 可以用-lp算的 关于这个的区别呢 大家可以上网上 抽一些资料 或者看一下手册 我就多说了 b-e执行一下 我们看程序执行的效果 首先主线成 它要获得护士量 所以它也打印成它自己的话 紧接着是打印的mpp 这个充分证明了 在fog函数之前呢 它已经被调用了 已经执行了 接下来打印了parent 然后才打印了parent process 所以呢 这个parent函数呢 它是在fog函数 返回复进程之前调用的 因为它先打印出来 对吧 同样呢 Tel也是 它是在fog函数 返回复进程之前调用的 由于这三个还是些调用的 一次加锁两次解锁 那么由于在通到紫进程的时候呢 有一个复制的状态 所以加锁其实也是两次 相当于有两个pip 那么两次解锁 这个时候呢 就将护士量释放掉了 所以紫进程中呢 可以毫无忌惮的去再获得一个护士量 或者获得其他的锁 最后呢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我们这些程序呢 只是有一个护士量被加锁了 这个作业里边呢 我有两个护士量 在锁住B之前 锁住A 那么我们如何去 使用两个pipip的fog函数 来确保可以安全地使用fog 因为呢 两个护士量呢 很可能有一个死锁的问题 所以加锁和解锁的状态 哪个手续在前 哪个手续在后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题呢 留给大家客户的作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